记者廖雪如新竹报道,新竹县虎口香小喜鹿山区一带,疑似有人乱丢直毒骨头又打狗物时,近三天来已造成三只狗中毒丧命,一只狗仍在于死身搏命,四主气的在脸书新竹爆料公社等社团撇文,请大家帮忙留意并通报相关单位,希望未死去的毛海桃公道。 新竹县家处疾病防治所表示,今天获报仿查并取得狗尸体,随即进行解剖,初步判定为中毒,已将为内容物及相关检体送检验机关化验确认,警方说已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,过滤可疑人士积极追查中。 四主位小姐表示,她家住在湖口香香洗露298项内,27日一次有人丢直毒骨头到家里庭院,她饲养的狗物时后,七孔流血,痛血身亡,另一只还在抢救中。 没想到,27日起到今天,当地有多户人家的狗,已疑似物时毒骨头而送医急救。 截至昨天,湘西路一带已有三只狗疑似物时毒骨头而中毒丧命,一只狗抢救中,另有一只狗无端失踪。 毒狗的行为实在太可恶,四主们纷纷向当地派出所报案,新竹县家处疾病防治所也派员前往了解。 魏小姐说,她的狗已四养三四年大多待在家里,嫌少外出,她并没有听到有人抱怨狗肺太吵或是狗随意大便等,不明白为何遭人狠心下毒手。 毒狗事件传开后,四主们人心惶惶,但新疆起陆山区可能便不毒骨头,请狗主人多加防范。 新竹县家处疾病防治所表示,依动物保护法第25条规定,故意伤害动物导致严重伤害者,可处两年以下徒刑,并科20到100万元罚金,如造成动物死亡,可处一年以上,5年以下徒刑,并科50到500万元罚金。 请民众尊重生命,爱护动物。